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过去那很多事都亲里亲为 现在我都很潇洒 道理就是因为公司已经走上正轨了 我听任正非讲话 我觉得说到这的时候 他表现出了一种自豪 骄傲或者乐观 他说正轨的概念就是说公司有没有我 我在不在 公司都会照样发展 见连那美国打压的这么厉害 这么紧张的情况之下 我也没什么事干 公司日常运行不需要我 一切都在制度当中 美国IBM公司几百个人帮助我们做了十几年的管理咨询 我们华为就建了一套制度 这些制度就是 华为的像我这样的人没有权力 我的权力都被稀释掉了 华为真正强有力的是常务董事会决策者 学习英国的制度 那个人全能型的领导 个人强势的领导 在华为不存在 我的权力被稀释到什么地方去呢 被稀释到各个层级的管理决策程序当中去了 所以我就没事干了 一切都在制度中 美国IBM给我们做资讯 我不是说只向美国学习 改革开放要向世界上一切先进的国家学习 把一切好的东西都拿来 所以我们现在在管理上 我们向美国学习 向英国学习 向德国学习 在公司里边 我之所以能显一下来 就是以制度文明来管理公司 制度文明管理公司 而不是以人一个强者的方式来管理公司 一个人能力总是有限的 你怎么可能面面俱到 第一 你已经是有限的 第二 你不可能面面俱到 第三 你不是什么都懂 第四 你不是永远都对 第五 你个人独断专行 在这个事情上不对的 大家不敢不服从 结果就会导致错误的决策 任正非对自己认识的非常清楚 对人的局限性认识的非常清楚 所以呢 他说 对过去三十年的努力 我是心安的 这个心安就是说 我们实行人性化的管理 同时我们坚决贯彻制度文明 华为制度文明 这是很多人在想 像华为学习的时候都想 华为怎么赚钱呀 干手机 干地下 这个采矿5G 华为前段时间呢 把这个华为那套技术运用在养猪上 很多人说任正非养猪 这些东西都 这都具体项目问题 任正非说 华为有一套 我们自己三十年努力打拼出来的 叫做制度文明的东西 我们用制度文明来管理公司 而不是以个人的能力来统设这个公司 那领导者的角色什么样啊 任正非说 那领导者的角色 你从外部来看 华为公司挺张扬的 在外边张扬舞着的 他说这的时候 他就笑他笑于成军的 徐志军的 说我们华为的这个领导 天天在外边讲 他说 我很奇怪呀 徐志军的 于成军 他们怎么就没成网红呢 怎么就把我给逮住了 你们记着干嘛老逮着我呀 当一个人变成一个大家的时候 他是无拘无束的 但是很自然的 回归本真的 不装的 我们像网上有很多人装啊 到镜头前面来装自己呢 装自己滔滔不绝口肉贤和 装自己呢 学府五彻 然后呢 信手拈来 装自己的每个问题 都有高于大众的深刻的见解 装自己不懂的事 跟懂的事一样 装着装下去 你装一天性 装三天性 你一辈子都能装下去 就说明你水平真的不错 为什么我的节目出错那么多 为什么我的节目 这经常被人挑毛病 为什么我永远达不到人家 比方像我的老朋友胡锡进那样的 高不见领 你不可能 你水平本来就在这 所以就不装 胡锡进是代表国家的最高团队的那种水平 我们就胡同大爷的水平 而且退休年 年头很多了 我们去会中心理论组 是我呢 费了很大劲 搞了一点潜规则 我才混进去的 所以 所以一个人就不装 一个人不装 那不装呢 就就就就就就 就坦然了 就没有压力了 装就有压力 你装 这句话怎么说啊 先想好了背词 我告诉你 任何场合下 只要你想 想讲话 你背词 背词永远背不 你背词的一串一串的吧 你前一句背错了 后面就乱掉了 乱掉之后 你的状态就不对 所以 是哪块料 就什么样 什么水平 就什么水平 我们是要讨论 我们对这个问题的看法 我们表达的是 我们的义己之见 义孔之见 不是说我们要高于众人之见解 怎么可能高于众人之见解 今天很多人在网上被弄得狼狈 不堪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就是他们误以为自己行高于众 那你不找死 你怎么可能行高于众呢 你见解比大家都高明 你知道你对面看你节目的人是什么人吗 是整个互联网 是天下所有的互联网 你想象一下 面对的人是所有的互联网连成的一个超级大脑 所有人的智慧 因为网联络起来 你说的不对 你辩解 你自己给自己找折 这都属于那种 哎呀 憋死牛 走这个死胡同的人才会这样 任正非呢 我从任正非老爷子身上就学习到一个东西 坦然 说实话 哪怕说了之后会被别人骂 哪怕说了以后说的不对 但是坦然 至于 为什么大家盯住任正非 就是因为任正非这个人做出了很伟大的事情 但是他却把自己当成一个普通的老百姓 那徐直军和于成东当然优秀啊 华为里面千踹百练 几十万人里面诞生出来的领导人 那当然优秀啊 但是 没有任正非 小于啊 小旭啊 你们都不成 都不成 这个毛主席当年 毛主席领导这支队伍 叶帅说 我们这些人哪个是省油的灯啊 哪个省油的灯 的确 如果不是因为毛主席在历史的关头 一次又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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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是毛主席对 28年五条独装斗争 能拿天下吗 早散伙了 那些后来的建国的那些元帅们 将军们 包括那些骨干 还不是该放牛放牛啊 是吧 该当决法 当决法呀 该教书教书啊 该做个小生意 是毛主席把他们组织起来 所以领袖作用非常之重要 任正非他用其谦虚的态度 温和的表达 说他不重要 其实他非常之重要 正因为他重要 所以媒体呢 发现了任正非这个人 就从他的言谈举止 他随便的那种呢 谈吐当中 希望扑制到一些重要的信息 任正非老头特别有意思 他说我这人很羞涩 我不大善于跟很多陌生人在一起交流 我呢 是善于做问点事 善于仔细研究我的文件 所以我太太就问我 说你到底爱什么呀 哎 大家发现没有 所有的太太都喜欢问 你到底爱什么呀 那聪明的男人都说 爱你爱你爱你 除了爱你之外 我就爱我自己那点事 这个标准答案对了 答对号 任正非的太太问 说你到底爱什么呀 任正非说 我爱文件 他解释为什么爱文件 什么叫爱文件 爱文件 就是说 这个文件里边啊 充满了哲学 充满了逻辑 这个文件写出来之后呢 他会发出去 发出去之后 三年五年 大家都没有看到 文件有什么影响 可是三十年之后 这个队伍走得那么正气 这就是哲学 这就是逻辑 这就是管理所带来的东西 这句话任正非讲完了 我注意到现场的记者 没什么反应 我提醒大家特别注意 任正非这段话里面 讲得大有深意 他说的文件是什么呀 他说的文件是华为内部生产出来的那些 关于技术 关于管理 关于华为发展方向 关于企业内部文化的 那些被称之为刚领性的东西 这就是华为内部文件 它生成的标准是什么 不仅具有当下性 而且具有经典性 那是因为你的文件 他在这个区间里面 任正非说的时间 三十年之后 回头看 依然呢 具有当下性 两个当下性中间 这叫什么 叫历史性 两个当下性中间的历史性 提起来 这叫什么 这叫经典性 就是说 你现在生产的文件 作为华为内部管理的 企业技术方向的 包括所有方面的 这样的文件 他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 规范了 或者补充了 格式化了 华为前进的方向 任正非的这个词叫做 三十年之后一看 队伍走的还这么整齐 这就是哲学 所以这个华为内部的文件 它就有哲学 它就有逻辑 它给管理带来东西 是不是可以理解为 任正非在企业管理的过程当中 他在追求一种 超越于具体的企业管理 目标之上的 一种被称之为 管理哲学的东西 不仅是管理哲学 管理哲学当然是 各种哲学之籍大臣啊 人是要死的 管理有什么意义 所以有死亡哲学 是吧 历史上所有的哲学 大家所思考的问题 最后落到地上来 都和一个企业的管理实践 发生联系 所以任正非了不起 我们说任正非是个哲学家 一点都不错 民营企业家呀 中国有任正非 是中国的大姓 美国打压任正非 打压到最后呢 华为呢 依然呢 带弹飞行 依然呢 高歌猛进 是美国之不幸 暴露了美国的这种 美国这种衰败 美国这种强子多礼 美国这种欺人太甚 和美国这种流氓本性 华为 因为有任正非 所以才华为 因为结构出了华为 所以任正非呢 才凸显其伟大 过去我们说工业学大庆 农业学大寨 全国学人民解放军 这是毛主席的话 县委书记的好榜样 有教育录 我们有各种各样学习的榜样 现在我们大家 不太讲榜样了 我们有关方面推出的那些 什么感动中国的人物 故事很感人 但是在现在的社会当下 你要说 说到哪个人 大家便肃然而起敬 这个时代不一样 我是觉得任正非 这个人的身上 他有太多的优点 有强烈的架构情怀 有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意识 有管理哲学理念 有结构一个公司 把一个公司带到的 企业管理最高地 高科技的最前沿 这样一种能力 这种手上一份 嘴上一份 脑子里还想着更深刻的问题 像这样了不起的企业家 中国要再多几个多好 有一次我说 中国如果有一百个 这二百个 乃至八百个 一千个任正非 这样的企业家 中国不就是多了 那么多的企业 以华为的市值而论 以华为的影响而论 中国如果有一千个华为 想一想 那是怎样一个令人激动的情景 任正非平时 他说不要有个陌生人 打听广众之下 到那去讲 所以我们在所有的论坛上 我相信任正非如果愿意去的话 他会像某些人一样 天天在论坛上说话 但是我们现在几乎很少见到 各种各样的领奖平台 从来没见过任正非 对吧 但是任正非也在思考问题 他在讲话 在哪讲 内部讲 他说我这个人的演讲 主要是在公司内部 主要是在公司内部 几乎每天都在和各种团队 进行讲话 演讲 因为我啊 我更多的关注的是 企业内部的管理 这个事儿大家想一想 我们是不是有些人 首先是司马那 活说八道在网上 我在家里没有机会讲话 我在家里讲话 我老婆就欺负我 所以我就没事到胡同里 跟别的老太子说 比老头说 老头也鄙视我 所以我后来知道有一个东西 讲了之后就能发到网上去 这就是我在网上嘴欠的原因 我讲的不好 请大家批评 批评也没用 虚心皆说 坚决不改 没办法 成就的骨头 长成的肉 要改也难呀 隔壁王奶奶说 江山一改 本性难移 但是有些人 比方说 某一个领域当中的人物 他跨界 每年出好几本书 每年呢 这个搞发表很多东西 每天都在各种各样的论坛上 他发表高论 远远超过了他的写述范围 好听的叫跨界 不好听的叫十处打罗 九处有他 你要本来就是闲下来的一个退休老头 我觉得像我这样就属于自己没事 去瞎叨咕 反正也没人听我的 可是如果你真是个人物 你到处去乱讲 咱也不能说 你不能让人家讲 但是如果很多人都说 哎讲讲讲讲 你自己在落不住 那你就和任正非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任正非就不去讲 不去 领奖不去 论坛不去 荣誉不去 开会不去 不去 昨天你平常还讲 六十岁的时候就学会了拒绝 饭局想不去就不去 哈哈 你平说我到了二十六岁的时候才想到了一个重要的问题 必须爱自己 以前呢光顾着家里顾着别人顾着事业顾着孩子就没有很好爱过自己 现在我爱自己 任正非也是很爱自己的 任正非爱自己的重要表现是什么 就是要把自己的这个华为公司做好 因此大量的时间和精力 内部讲话谈话 全部都是在华为内部 这是一份定力呀 这份定力要顶多诱惑呀 外界诱惑很多呀 知道吧 任正非说 好多人问我一些事情 我这个人我从来没有研究过我们国家的具体的社会问题 任正非说 我从来没有研究过我们国家的具体的那些社会问题 我主要经历是研究公司内部存在的问题和关注世界相关领域的技术 我总是在琢磨呀 我们在战略上有哪些错误啊 所以 我跟自己家人关系都处理不好 我跟女儿交往太少 我跟太太交往也少 我太太批评我说 你就关心你的公司 不关心家人 太太说的是对的 任正非先生说的是实话 一个人的精力总是有限的 但是任正非正因为他把精力聚焦在一个事情上 为一件事而来 乘一件事而去 将来历史呢 会记住任正非 在20世纪 21世纪 从零起步 借了一万七千块钱 因为他们两口子手头只有三千块钱 借了一万七千块钱 两万块钱注册了一家公司 亲力亲为 做所有的一切 最后把这么一个企业带到了 世界企业文化的高低 真叫了不起 在有限的时间里边 做的这样伟大的事情 任正非 是中国民营企业家的榜样 也是我们 所有的人都值得学习的 值得尊敬的一个老人 今天节目就先说到这 下期节目接着跟你说 任正非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